今日推介香港電訊6823 簡選原因是公司競爭對手香港寬頻 已經連續兩個半年度 業績差過市場預期 或多或少反映 業內龍頭香港電訊的地位更趨穩固 5G來臨加上新冠肺炎疫情 改變了不少企業的營運模式 部份工作以視障和在家工作的形式 帶動用戶對網絡質素的要求提升 以上兩個因素 有望提高電訊營運商的每戶平均收入 同時電子消費券推出 有望帶動電子支付的發展 以至增加流動數據用量和所衍生的商機 香港電訊旗下的CSR Mobile 在5月宣布推出 專為電子消費券而設的限定5G服務計劃 客戶可以去到旗下專門店簽訂計劃 用戶可以電子錢包 用政府的消費券繳付費用 可以享進5G流動通訊服務 根據摩根士丹利早前發表的報告 在企業客戶層面叫客的難度 相對住宅用戶的難度 明顯較高 企業客戶對網絡質素的重視 多過定價高低 摩根士丹利預料 雖然香港寬頻的每股分派增長 在未來幾年將會與香港電訊靠近 大契及5G的潛在上升空間 仍然是偏好香港電訊 多於香港寬頻 並且視香港電訊是亞洲電訊版塊的首選 維持香港電訊目標價是14元 美銀報告說 最近本地的租任諮詢有所回升 電子商務、虛擬銀行和在線支付行業的租戶 都有擴張的需求 德銀說香港電訊業務擴展的重點 是通過5G變現化 支持商業客戶數碼化計劃 和金融科技和醫療產品的推出 這些市場定位良好 將香港電訊目標價上調到12元 投資平均調升去買入 策略上 不妨以今天開始